都很精神 經常聽到人說要洗腎 有些人說要做腹膜透析 有些人說要做血液透析 究竟有什麼不同? 其實兩者都是利用這個滲透的原理 通過透析液 從血液當中清除毒素和多餘的水分 分別在於究竟我們用人體的腹膜去做 還是將血在體內泵出來 用一個人工腎過濾器去做 效果出來其實也是一樣的 聽起來洗血好像比較危險 也不一定 不過洗血的病人 他們要開一條血管通道 來應付長期的洗血 所以保護靜脈血管是很重要的 另外洗血的病人 他們要作出飲食的調節 確保在洗血的時候 水分和血液中的甲質不會超負荷 影響水腫,甚至是影響心臟 懷疑自己有腎病的人 就是要早點去檢查,早點去醫治 所以我們就鼓勵一群有高危因素的人 例如高血阿拉、糖尿病患者 定期做腎功能測試 來監測腎臟的情況 吃清掃兒子,你也值得不在乎 你會說,你會捕虎功能 有水分的也不在乎 你會捕虎功能 你不會看屎功能 你不在乎功能 你好,我就幫你拿你的 你不會跟這類似的 你能接觸? 我會說,你很深入 你只能接觸 你不在乎功能 你沒有接觸 你不會接觸 好,我一會有老蠻 你不會接觸 中國人的觀念, 死了之後要留傳屍 其實哪有分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人死了之後只不過是一堆黃土 但這些觀念真的很難改 所以就要做思想教育 誰做? 你, 我, 還有一群器官移籍聯絡主任 整個劑量不準確 Anna, 你知不知道這個病 跟香港這個名字很有關係? 是什麼? 就是香港… 我知道, 你是想說腳癬 但為何突然提起香港腳? 因為我們現在身處理大的 新興建設中心 你知道我們香港理工大學 時不時有創新科研嗎? 我知道, 你是想說 最近他們的紡織及製醫學系 跟皮膚專科醫生合作研發 一種治療香港腳的健康物 我試了 效果如何? 你先別走